这两天 新疆马纳斯县迎来了寒潮天气 位于当地南部山区的肯斯瓦特湖最低气温 降到了零下20多摄氏度 在湖面形成了水雾大潮的奇特景观 在阳光的照射下 肯斯瓦特湖湖水碧蓝如宝石 在阳光的照耀下 波光淋淋 熠熠生辉 轻盈飘渺的云雾在水面像流水一样随风流动 映着水边的雪山矮矮 宛如冰雪中的童话世界 水雾浓重处则凝结成云 在山间翻滚 气势磅礴 雄伟壮观 据了解 这种现象在气象学中被称为蒸发物 通常发生在寒冷季节的湖面 河面或极地